這個好像不是一般的核彈 氫氧化核汙 所以更可怕 對不對 事實上這次的金正恩的氫蛋事報 釋放出一個訊號 什麼訊號呢 就是求戰的訊號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事實上這是美國駐聯合國大師講的 就是說他這次不斷的挑釁之下 他認為說聯合國對他的制裁 太過於溫和 應該要採取更強烈的制裁行動 不只是聯合國的駐美聯合國大使這樣說 連川普都說 We will see 大家走著瞧 川普會講台語喔 沒有 他是講We will see We will see We will see 我們第一 We will see 我想要不要跟We will see 差不多 意思其實差不多 台語跟英文的意思其實差不多 他言下之意是在警告這個金正恩 但是目前對這個金正恩來說的話 他好像也是有恃無恐 為什麼他要進行這個核四報呢 事實上這核四報是在9月3號的 這個早上的時候 那時候在很多觀測站 都觀測到的時候在北韓 這個靠近他們這個核四報廠 封溪里這個地方 有發生6.3規模的這個地震 那當然因為這個深度是0 所以人家一開始就會聯想到說 這是一個核四報 那這次核四報的話大概是 如果根據目前公佈的這個數據來說的話 大概是有5萬到6萬噸的 這個黃色炸藥之多 那這個大概是廣島原子彈規模的8倍 大家想說這一次的金小胖這個核彈 這個氫彈的話可以說是非同小可 殺傷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那這一次的這個 算是金小胖這次歷次這個核四報中間 非常成功的一次 為什麼這樣講呢 事實上這個北韓都一直很想發展核武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他們第一次核四報是在2006年 那時候的話是1000噸的這個黃色炸藥 那一次的這個引起的這個地震規模是4.3 那一次美國認為說是一個失敗 那我們可以看到包括從2009年到2013年 2013年那一次是金正恩上台之後的 第一次的核四報 那一次的這個瑞士規模的地震是4.7左右 那一直到2006年是5.1的地震規模 一直到2016年的9月的話是1萬噸的這個炸藥 引起的規模地震是5.3 一直到這一次你可以看到說 事實上從第一次核四報到目前為止的話 他們這個清淡的威力可以說是越來越強 所以很多人這次是成功的 對 所以很多人都開始擔心 這個說過去大家都說 北韓擁有核武是人來了人來了 但是這一次是真的成功了 那這次真的成功 因為它核四報的問題 核四報這個試驗成功之後 大家一開始擔心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那因為核四報會有輻射 那輻射會不會影響到大家 沒有沒有沒有 北韓的那個主播有講 對地面所有生物沒有任何影響 那是他們這樣說的 但是就科學家 科學的角度是另外一個科學角度 他們是神話的這個角度 我們來講 事實上最擔心的是中國大陸 因為這一次核四報 雖然是在這個地底下這個核四報 但是它還是會產生某種這種放射物質 現在隨著風向的話 有可能首當其衝的是中國的東北 所以中國在這一次其實也非常的生氣 這一次的這個核四報的輻射的話 照理來說對台灣的影響是不會太大 但是我們要觀察就是 因為它可能造成周邊的一些環境的影響 那會不會透過食物鏈影響到台灣 這是後續我們要觀察 但是如果假設這個核這個炸彈 是真的假設萬一 美國跟朝鮮真的站起來的話 今天將會把這個核彈丟到美國本土 那對台灣就會有影響 那假設真的這個核彈 是丟到美國的這個本土的話 方圓三公里的美國這個 這個核彈的範圍之內 三公里真的都被移成平地 那這個產生的核輻射了 因為隨著風向的關係 有可能會在八天之內會抵達台灣 但是這只是目前的我們都假設 把最壞的情況說出來 但是我們是很不希望真的 有看到那一天發生 我覺得你考慮的真的還滿遠的 如果真的打起來 你考慮的只是那個風向的問題嗎 這個影響可大了 你要想想看 這個殺傷力是很大 這是人類浩劫 我們不希望它落在任何一個國家 真的叫生靈塗炭 對不對 敬平告訴我們 這一次的這個輕彈的威力 跟我們大概人類有史以來 第一次這個 真正有被原子彈攻擊的是 就是廣島 還有長期 還有長期 1945年 所以也就是 將近這個半個多世紀以來 沒有人敢再用這個武器了 因為覺得這殺傷力太大了 那這傢伙搞這個 輕彈是幾倍 這個剛剛世聰有稍微提到 我們可以看到核武它一般分成 我這邊左半邊 這有點複雜 左半邊的是基本型的核彈 包括了這個原子彈 右半邊的呢 下面它是加強型的核彈 就是美國跟俄羅斯 現在還有包括中國大陸 比較有加強型的 因為現在科技越來越強了 那最上面是應該就是 北韓這一次在釋報的氫彈 氫彈又叫做熱核彈 它是英文代號就是H 所以你就叫H彈就好了 那這樣一個氫彈 它的這個威力 比剛剛世聰提到的 有人說 這一次北韓釋報的氫彈威力是 廣島跟長崎 它的這個小男孩 跟胖子的1.5萬噸的TNT當量 跟2萬噸的TNT當量的5到8倍 甚至10倍12倍都有 那這個當然是看它的實際數量而定 那氫彈跟原子彈人家說差多少 原子彈你們看到這個 日本在二次大戰末期 廣島長崎被美軍丟了之後 那個滿目瘡移一味平地 就非常的驚悚 感覺好像一個城市就沒了 對不對 那氫彈的話呢 趙世聰剛剛講的氫彈它是屬於 兩分兩階段的一個核分裂跟爆炸 原子彈你只要用炸藥把它那個這個 又高速撞向另外一個又造成核分裂 然後砰爆炸了 那如果是氫彈呢 它先核分裂再來核融合 觀眾或許聽不太懂 但我就告訴你 核分裂爆炸之後呢 核融合再把所有的東西這樣子 整個在爆炸的衝擊波 會產生兩種效應 第一種就是以台北車站為中心的話 方圓1.6到3.2公里 北到成德路要往士林那個路橋 南到這個中正橋要往永和 重慶南溫路橋 東到這個收口的各個地方 新已經超過西門町到淡水河那邊 整個方圓1.6到3.2公里 建築物全部不見了 都變平了 都已經毀於 就是毀成這個 全部殘堆擺 就我們攝影棚還在嗎 也不在了 我們如果你說在台北車站為中心的話 攝影棚還在 因為這距離那邊不只3點多公里 南京東路也沒了 所以人都根本沒辦法生存了 然後裡面的電子產品 我們現在不是有高科技 電視 電子 手機什麼 全部因為產生的EMP 它的叫做電磁脈衝 全部都完全整個受到殺傷性的影響 我舉個例子 美國在1962年的時候 在太平洋試驗這個清淡 你知道1600多公里外的夏威夷 有一兩千戶的這個電燈泡全部破掉 不能用 1988年還有1989年的時候 當時太陽這個風暴 產生了這個太陽藥斑的黑子影響 造成當時的這個加拿大魁北各地區 大部分好幾萬戶的這個全部停電 你就知道說對我們現代的影響 好 而且它現在四暴的地方 在那個長白山 直線距離只有120公里 對 這個方圓 所以這次其實它的核四暴之後 這個麒麟 這個地方 都有人感覺到有地震對不對 很強 有感地震 連海森薇都感受得到 海森薇是俄羅斯現在的一個大城市 所以那個周遭有160萬人居住 而且再往外面擴散一點 北韓加上中國大陸 東北那個地方 有上千萬人居住 日本的專家說 北韓如果持續這樣的一個進度 每隔一兩年兩三年 就這樣子平平的 在地下四五公里的地方 不斷的釋暴 它這次釋暴 據說有那個坑道被炸毀 坍塌 這樣長期這20年內 這樣子炸下來 他說20年內日本專家預估 有可能長白山會被陣型 它是一個休眠火山 陣型的話機率是99% 這是日本專家講的 火山要爆發的 長白山過去一千年來 有十次爆發 最近一次的紀錄是1903年 所以你不要以為長白山不會爆發 長白山爆發的話 它上面有20億噸的水資源 那個天池 它爆發的威力 專家說會比三四年前 在歐北歐的這個冰島 它的艾亞法拉火山爆發的威力 達一千倍 天啊 那長白山上的好兒郎 要躲哪裡去呢 可是你要知道 這個衝擊是很大的 因為離中國太近 這對中國很為難的地方怎麼樣 真的把你這個金小胖幹掉的話 整個北韓大亂的話 光是難民就說不完了 對不對 可是呢 對你又沒有任何制裁的話 美國一直施壓給中國 所以老師 習近平要怎麼處理 習近平這次呢 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演講是 還算是鎮定如橫 但是呢 藍煙他的失望之類的那種情況 因為太失望了 因為本來是全世界的焦點 都集中在廈門的金磚大會的工商論壇 我在那個時候我正在西安 沿路上就看到視頻 他們有人要評論嘛 評論 本來是要評論這個 但是早上呢 清淡爆發了 那麼焦點一大半轉到了北韓 所以說這個問題 我覺得習近平對這個 辛正恩是非常懷恨在心 但金正恩對習近平更是懷恨在心 你看從過去這一兩年 中國大陸不單是支持 美國為首國家的 對北韓聯合國的安理會所做的制裁 而且常常還帶頭 那讓金正恩痛恨萬分 那麼去年牡丹峰歌舞團到北京的時候呢 金正恩就是想要在這個表演的時候做推動 推出他的廣告 推出他宣傳他的偉大的攻擊 但是呢 中國大陸總政說不可以 那團長就說我們就回去了 那中國的總政說 各位你們走吧 結果結果就取消了 取消了演出 票都賣光了 也搶而空了 結果呢 金正恩對於習近平的仇恨 遠高於對川普的恨 對川普 所以他樂見美國總統 在南韓部署薩德系統 因為讓習近平的軍事力量被美國看光光 這是對金正恩來講是一大樂趣 所以這樣來看呢 這次他選擇了這個九三選擇了這個 氫彈爆炸 氫彈的誓爆 那麼5月14呢 選擇在一帶一路也做出那個導彈的試射 那麼這兩個都是削習近平的面子 所以當然是習近平非常非常的火大 說將終將猶以暴之 那麼怎麼暴呢 就是有幾種可能 一種是讓美國對 讓美國下手更大的制裁 聯合國的制裁 另外呢 甚至可能同意美國對北韓做出更嚴重的懲罰 包括軍事力量的懲罰 當然他現在 北韓是因為搞這個 這個戰爭邊緣論 所以說他絕不會發動戰爭 但是呢他現在是不斷的威脅了 威脅的一個戰術 那麼不斷的比如說 先從這個要試射導彈 試射核武器 那麼施爆核武器 那麼又說要這個攻擊關島 又發射飛彈穿過北海道 這都是不斷的威脅 而且不斷的提高 那麼美國也應該採取類似 以敵為師 應該在北韓境內製造很多的緊張衝突 讓北韓呢 第一個北韓假如說冷住了 他就是小計 所以這個邏輯就是 南韓現在要組成那個什麼 斬首部隊嘛對不對 斬首部隊是其中之一 但是斬首部隊對北韓沒效 因為金正恩有全世界最大的斬首部隊 十萬名斬首部隊 那麼所以說只能不斷的衝突 不斷的製造威脅 讓金正恩覺得迫於情勢 坐下來談判 假如說他軟下來了 就是落夫 小基理論的小基的賽局裡面 他就落夫 假如他不願意忍受 他就發動戰爭 發動戰爭 美韓正好就可以利用這個形勢 來展開他們的所謂的緊急應變計劃 對北韓下手下重手 然後摧毀北韓 當然這個代價很高 南韓不願意付 因為北韓甚至不需要動用殼子武器 光是在首爾對面的那個 就有部署一萬門的火炮 可以把首爾燒成火海 那麼據估計最少死掉幾十萬人 那麼首爾有800人居民 逃掉了大部分還死了不少 還會死不少 所以國際局勢跟做人 大概也有一些道理是相通的 只有兩個邏輯 沒有實力的時候咱們就得忍 有實力的時候你就得殘忍 只有忍跟殘忍 沒有別的可以說了 你想想看 金正恩是讀過多少歷史的 當初記不記得我們剛剛在談利比亞 格大費發展核武的時候 美國是怎麼跟格大費講的 你不要發展核武 我就給你經濟補助 你又發展核武 我給你經濟制裁 格大費後來買單嘛 對不對 可是沒有幾年之後 格大費就被滅掉了 我打的請教師 也行 不是 天啊 你打發職 個人ть課 我打的請教師 你想兜一下